在今天封面南移降雨的狀況 最主要都在南部地區 不過雨量的部分 因為隨著封面比較偏南的關係 相對的就比較偏少 那我們就來看什麼 看看明天封面開始往北抬升 要注意什麼了 五跟六兩天 震雨的狀況要增多了 尤其當在雷雨區的時候 如果你是在海面上作業的朋友 海邊活動的朋友 雷雨區 風浪的部分會比較偏大 會達到八級的震風出現 沒有雷雨區近海的風浪 還是在小浪 還算蠻平靜的 那山區有霧 山區活動明天禮拜五 你要特別注意 局部性因為下雨的關係 都有一些落實的現象出現 你在山區行車 就要特別的注意安全了 不過這天氣狀況來說 隨著明天封面帶往北移動 低洼地區的朋友 要注意的是防淹水 水溝趕快疏通乾淨 如果說上一回 有積水的地方的朋友 還是要留意 五六兩天的震雨多 那到了戶外工作的朋友 如果在雷雨區 要小心不要被雷擊了 禮拜天雨後要轉多雲囉 因為太平洋高壓勢力 要伸展過來了 我們就來看什麼呢 先來看看今天的雨量圖 你可以注意到 雨的狀況 北部地區早上 有一些水氣通過 之後雨就停了 現在在山區部分 有一些對流正在發展 那到了中部地區 是午後熱對流 正在發展當中 南部地區倒是在高雄 屏東海邊部分 因為雲地系通過的關係 對流雲層的進入 而造成局部的震雨 大家都在40到50毫米左右海邊 那山區就偏少 所以目前大家都說 水庫滿了滿了 只有哪裡滿 中部以北的水庫 蓄水量比較多 但到了台南嘉義 以南這邊的水庫來說 其實蓄水的狀況來說 許多水庫還不盡理想 所以南部的朋友 仍然要注意到節約用水 接著來看一下雷達了 雷達上面先看到 那是動態的雲圖 下午外海這邊有雲帶 正在通過在台灣北部海面 中部這個就午後熱對流 南部地區我們看 封面因為比較南邊的關係 所以現在水氣的發展 主要在恆春半島通過 但是等到明天 北方高壓強度減弱 封面開始往北台深的時候 從南到北都會有 局部的震雨出現 我們接著來看一下衛星了 衛星上面可以注意到 先注意這個 這個就太平洋高壓 有沒有看到一大片晴朗的區塊 夏天最強的系統 就是太平洋高壓 封面現在略微的難移 因為北方有個微弱高壓 正在進入東海的位置 風響開始變為 偏東北東風進來 所以北部的朋友 感覺到晚上怎麼變得舒適 白天的溫度也舒適 因為最主要有東北風 但南邊的水氣仍然多 在香港南方 在海南島這邊 明天這個水氣 會開始往北抬升 所以降雨狀況 在明後兩天 台灣上空降雨 仍然是比較偏多 雨區行車要注意囉 那我們來看一下溫度了 先注意到 歪島地區 伴隨著都有震雨或雷雨 馬祖金門要注意 在低空雲層影響 這樣航班可能會影響 那在台灣本島部分 伴隨著由雨 溫度狀況略降 到東半部地區 是零星的降雨 所以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雨區行車要提醒你注意安全 還有局部的吸水 相對的位置比較高 所以在西邊活動的朋友 要特別的小心 比面 剛好 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